看到PTT網站上很多網友怎麼說 他說以前還有一清 二清 三清 兩清沒少了掃二清 二清沒少了掃三清 他說現在 我送二清的 你送二清的 他說現在也沒什麼清了 怎麼清 現在怎麼真的在掃 現在沒有了 現在體驗 體驗 體驗都沒有了 現在整個職訊總隊都該矯正機關 你以前說我們以前二清是送職訊總隊 那是更重的 那你說大家 你不要說你多老大 你去到地道 去到地道就對了 你怕就怕死了 好 但是我們再回到這個次 這一次 讓警察有到無面子的 有什麼人 警察要去五星級飯店 就一個便室還不行 我說實在 阿冠去就便室 他也要就完 對不對 警察沒有辦法就要便室 五星級飯店是不是變成黑道保護傘 那我看是五星期 可能阿公的陰廟 有人要我告訴你 不然你怎麼看 你就一間飯店 你是交通沒管的 但是我告訴你 這不是第一次 這不是阿公的陰廟 中聯啊 代表Hotel那次你會記得嗎 代表Hotel那一次的小魔毒怕案 不是有一位女魔 國姓女魔 因為吸毒過量 所以暴斃嘛 那一次警察去搜尋 就不讓他進去了 消防員要進去急救 就不讓他進去 你又說五星級飯店 你不能進來 你是人 抱歉 跟W 現在是那個商材 你死的地方就想商材 你去到W房 你不要這樣 你會遇到 我告訴你 但是我回到 我只是說 從上次的WHotel的命案裡頭 我們看到 五星級飯店 警察要進去沒那麼容易 我明明知道這裡頭有人在吸毒 我明明知道這裡頭 已經發生命案了 我要進去搜證 沒辦法 都這麼麻煩 真的沒辦法 你們為什麼不能進去搜證 上面已經有命案了 因為以前 我剛畢業的時候 五星級飯店是因為 針對於台灣形象 還有國際來賓 國際的觀光客 來到台灣居住 在臨時住宿的一個酒店 所以他是幾乎都在中上 北路一帶比較多 五星級飯店 那這些都是因為台灣的形象 要顧好我們台灣的形象 所以五星級飯店 你警察不得進去干擾 他就外國客賓客 你現在 那我鄰居搜證也不行 不行 不行 以前從那都不行 包括以前我比較要去抓狗 抓狗就是要抓捲 人家通監的 你做警察還要去抓狗 抓狗的抓狗就會衰 沒抓越衰 那就是抓狗二十歲就對了 真的 所以抓狗都要去把握紅包 紅紙袋放在這裡 我也不知道 他要去把握紅包 要抓的人來補完這個握紅包 錢拿他 把握紅包都給我露起來 就不理會 都不會衰喔 警察一個傳說 真的說抓狗都沒有跟握紅包 你的離婚 多少都離婚 我也離婚 這很奇怪 我這麼優秀的人就離婚 你看看 來說抓狗 跟有星級飯店有什麼關係 因為我們 民權東路跟吉林路口 那一間雅叉飯店 雅叉飯店 我知道哪一家 人家報 那個民眾報案 我們老公在樓上 帶女朋友在樓上 我們現在在樓下大廳 你趕快快過來 所以他們有報案 有報案 那有報案你就可以進去抓 我到樓下 大廳的那Lovie就說 不好意思 我們這個是國際的那個 我們是五星級飯店 你們穿制服不能進去 那我回去換便服 也不能進去 便服也不能進去 連樓梯都不讓我進去 那個民國八十年的時候 八十一年 那個三十幾年前 那你臉上就寫了兩個字 警察嗎 沒辦法 沒有 他就不讓你進去 他說怕會騷擾到其他的房客 然後我就回去警察局 拍廠所 過了一個多禮拜 換飯店打給我 打到警察局來 警察醫生 你們可不可以派人到我們飯店來 我們要幹什麼 他說我們現在裡面 你們再不來有人會被打死 那小三就去抓 請真信社去抓 這邊要等我五人 給男朋友打一個 所以真信社可以進去 警察不能進去 是啊 所以我就說五星級 因為五星級的酒店 你現在已經都是一個保護傘 黑道保護傘 我只要是通緝犯 我去五星級住一個月 我用別人的名字 我住一個月 你抓不到我 你因為你警察進不來 我自己真的在一個 五星級的酒店 我那時候在當刑警 算一半臥底 所以你知道很多毒趴都在五星級翻譯 他那個時候在現場的時候 我一進去 原來飯店比我家還大 一個套房比我家還大 然後很大大有客廳 還要分層 我們整家很爽的 你是超級爽的 不要看過四面 三十年前 三十年前 你看到前面一個客廳 那個電視比這個小一點點而已 哇 跟電影院這樣 這樣很爽的 還有調酒的一堆 他們帶我進去 他們信得過我 讓我進去發現 他們怎麼每個人都感覺 是有在吸毒樣子的大麻那種 那你要抓也不是 你不抓又不能 那我只能找藉口下來 因為他那個飯店 剛開幕沒多久 在那個 反正就新義大安區 附近那邊的一個大飯店 我才發現 我五星級戒備這麼森嚴 你到樓下那個Lovie 他就不讓你 你要到幾樓 他都到櫃台去拿藥室的 所以現在的台灣的五星級 我為什麼剛剛講WU飯店 他為什麼那麼不配合 你現在那個土豪哥不是之前剛剛關鍵 我們有講到 郭姓女模 他在裡面都已經要急救了你 消防員也不能急救 你不必去給他救 那你現在 你為什麼 你保護這些有錢人 還是這些有權人 所以你五星級是交通部在管 那你交通部你說 觀光旅館五星級 就可以不用檢查 我如果家比較適合 我們開密室 你不可以來 我們怎麼可能 這次旺華酒店是很理破的 連警車停在門口也不行 如果是我的作法 警察的警車停在門口也不行 這樣我就當場把他幹掉了 因為萬豪酒店 你負責的你給我出來 你在講什麼東西 誰撩你 人家萬豪酒店負責 才不會不會撩你 不是 如果是我 我會建議 我就在大門出入口 前面設一個零檢點 你車道設一個零檢點 你後門設一個零檢點 我合法設零檢點 申請跟台北市政府警察局 我們就零檢點 疑似有可疑人事物 比如說酒後駕車 還是攜帶不當的這些東西 我就一國的 我站在這裡的電車 連零檢三國的 你不要去吃飯 所以你去吃我 我沒有人進去 你那些萬豪酒店 你帶的我特地在零檢點 我看你有喝酒開車了嗎 合法的 你就用合法的手段 來對付這種五星級 不配合的這種 不然就像以前胡志強這樣對不對 賀槍時代警察在撲馬總店 頭前來站港就好 這間五星級行李 我跟你配合 下一個五星級又是一樣 所以這種要斬草要除根 就是這一些立法敵工 要好好的修法 好 我們回來講這是名人會 會長叫金貴是不是 對 金貴 聽說是黑道學霸 金貴他是這樣 金貴他以前在高中的時候 有參加全國中等學校運動大會 他是跆拳道選手 他是對打的 你像我兒子是平視的 他是對打的 對打你沒有兩步一了 你要拿到金牌很不可能 所以他拿到金牌嗎 他拿到金牌 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 所以港府不錯 港府不錯 所以你看 現在他拿到金牌對不對 各大專院所就對了 你只要有跆拳道對著 你只要有跆拳道對著 你來施大 你來鐵大 對不對 你來哪一大 後來他選擇施大 為什麼選擇施大 所以他是保送上施大 對 保送施大 施大是目前 大專裡面的跆拳道 對打精英最多的地方 所以據說他在大學的時候 也參加大專盃的全國運動會 團體組第一名 他沒有拿金牌 所以他也在順利進去研究所 但是你知道我們 他是碩士 對 我跟你說 這個會長是碩士 我知道 他碩士 我跟你說 兄弟裡面碩士 他們這輩子 我看他頭一輩子 他們這輩子 我們不要說老一輩子 你知道嗎 你知道獨體的人都是頭腦簡單 世事發達 像我這樣 你不懂得這樣說 我讀體學的 我們現在不一樣 像我要跟你說 金牌的頭腦 金牌的頭腦 他可以利用黑道的背景 去深入企業化 一條龍 你知道嗎 他做什麼事 總統是一條龍 要做什麼行李 很多 收保費 維標 那不是古時候的行業 黑道不都做這些 沒什麼創新的 但是創新就是 咖啡包 對不對 咖啡包 還收好給你服務 對 你如果有這些問題 我幫你當中處理 對不對 是不是 所以今天是怎麼樣 現在好像人和他講 現在沒有人 再記得你什麼堂 什麼堂 都記得你什麼會 什麼會 那據說呢 他們名人會的宗旨是 加倍奉還 有籌必報 加倍奉還 所以為什麼 竹聯邦名人會 會在短時間 竄起來 竄起來 我跟你說 他都吸收一些 體育系的這些 跆拳道對打的 你有沒有看到我 要一個打你五個 你有沒有看到我打嗎 你怎麼拚火力 我有錢 拚什麼 火力 火力 拚火力 拚火力 我火力比你更強 所以名人會 為什麼他會翹起的那麼快 就是他敢打敢衝 有籌必報 加倍奉還 你會記得嗎 前前 你像哪 發生一間 角頭 名人會要插足樹林 你知道嗎 他們的小孩子 扣到當地的角頭 抓他修理 抓他修理 名人會的小孩子 給他修理 對 抓他修理 抓他修理 關起來抓他修理 跟他修理 你知道嗎 結果幫忙的時候 我說 名人會知道 不行了 不行了 人那個角頭 叫人去插 把角頭插出來 當中現洗 洗洗 洗洗又弄硬 弄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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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到他怎麼笑 角頭老大 整個笑 拜託 不要有阿爸 不要有阿爸 我阿爸 我會死 要錄 錄起來 沒面子 上傳FB 還上傳FB 起來了 這個角頭老大 看要怎樣 在手裡沒有粉 包子看一看 遠走他鄉 就是這樣 還有你看 這次還有小案子 名人還要做什麼 我知道阿冠你去那裡要出庭 對不對 我知道你出庭 我知道你哪一庭 整個要出庭 我在門口等你 我在地檢署門口等你 敢在地檢署門口 那是地檢署 那是要做什麼 太子爺上來動圖 等你 等你出庭 車開到 我現在後面給你錄 你知道後面 人家在錄 我就開鏡嘛 追逐 在馬路 大白天在馬路追逐 開背情耶 在地檢署門口 光天花日開背情耶 法部部長 你還要稍微看一看 阿冠 這如果以前老一輩 怎麼有人這樣做 對不對 你越這樣做 我就說 這些警察就對了 我說 你整形法部民主 我就開始幫你掃了 我就開始幫你掃了 像你剛才說的 不是幫你騎衛兵 等你公司 每天幫你騎衛兵 騎到我看你要如何成功 你應該要來 我剛才的 你不可以